沒有 其實任何一個進來的人 包括千雲在內 我進來的目光 就有鎖定在餐廳的這個 我知道它是仿鹿角做的一個燈飾對不對 但是 好棒 好有味道喔 它真的是看起來像真的一樣 對 做的跟真的一樣耶 所以它的質感很好啊 所以搭配這個鹿角燈 然後我幫它整個做成圓頂的天花 那當然這個圓頂天花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這邊有一個電梯的門梯 所以這個鹿角天花跟我們這個做的 它是用圓木的方式來處理 那可是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整個客廳它是用水晶燈 那包含我們整個牆面的磨邊 它都可以做家具的變化 所以這種感覺是你的空間 放現代感 放水晶燈也OK 是 放這樣比較自然 然後比較圓木材質的家具也OK 對 所以我們像這樣 圓木的椅角啊 跟我們的鹿角燈 它其實就是都可以搭得起來 都可以搭得起來 看得出來耶 對 就同一個空間的設計感 光在客廳跟餐廳 你就可以看到兩種不同家具的風格 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屋主對家具的品味非常好耶 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 對 你不講我還沒有發現 真的從門廳走出來 像這樣子敲高的這種圓頂的天花板 會讓我覺得有比較大氣 然後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整個客廳 它當然是非常寬廣 可是我們的餐廳稍微有點小 所以我就搭配整個牆面的這個 鏡面來處理方式 它就可以讓整個這個餐廳 甚至於所謂的電梯門廳 它可以變得很寬敞很高 這樣子 OK 其實鏡面做法 像你的這種做法 覺得也還蠻精緻的 每個鏡面都在倒大概五分邊 是 所以會讓空間的質感 再提升上去 對呀 而且這個玻璃 就不會覺得它很單調 有變化性的 是 映樓通常在透天處的這個格局規劃當中 一定會是客廳、餐廳開放式的 然後我們要進入廚房 可是要進入廚房之前 它的門面呢 往設計師也很重視 一般的家庭 還是會考慮到 廚房跟客餐廳的這個油煙的 這個遮擋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案子裡面 幫它做了 鑲嵌玻璃的很拉門 那當然這個鑲嵌玻璃 它是很特殊的 它可以搭配現代的風格 也可以搭配整個古典的風格 那這個案子 我是用這個鑷條 把它的線條把它簡化 搭配一些磨邊的玻璃 還有一些碎花的玻璃 整個把這個門面 把它做得拉有質感 那當然這樣的 還是跟我們前面所講的 整個家具來改變 變成古典家具 還是跟鑲嵌玻璃 也是可以搭的 可以擺搭 對 因為像大家看到這樣 鑲嵌玻璃的元素 它就是非常歐洲 是 而且我們也知道 它的工法跟它的造價 一般來講是比較高的 它這個真的是純手工 所以它真的是很難做 那我也有發現 其實你的空間 除了是我覺得家具 跟它的整個擺飾品 可以擺搭之外 你空間有一個重複的元素 讓空間跟空間之間 是有關聯性的 對 這個就是我們旁邊這個框的 讓形線板 那包含我們整個天花板的 這個讓形線板 它是雖然材質是一樣 可是我做法是不同 那牆面的這個部分 是用白色的烤漆 那這個烤漆的優點 當然就是手摸了 它不容易擺 可以擺的 它很好整理 它可以擺 可是我們上面天花板的線板 它屬於天花板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讓它跟天花板的漆 是一樣的 因為它不容易擺 所以在外表看起來 天花板跟壁面 它的顏色還是有不同的變化 會有一些層次跟空間 不同而有的變化 對 所以看起來整個空間 會空間感更好 然後變化